东航MU535航班于3月21日13时16分从昆明起飞 14时17分保持巡航高度8900米进入广州区域 14时20分管制员发现飞机高度急剧下降 随即多次呼叫机组但未收到任何回复 14时23分飞机雷达信号消失 后经何时飞机在广西壮州自治区吴州市腾县境内坠毁 截至目前收救工作尚未发现幸存人员 公安部门已对现场进行封闭管控 机上共有旅客123名无外居旅客 机组人员9名其中飞行员3名 乘务员5名安全员1名 事发飞机为波音737-800 2015年6月22日引进 截至事故发生时 共飞行8986架次 总计18239小时 成员4名